5 4 3 2 1 桃園機場捷運正式啟動 直播畫面搭配AR效果 可以看到捷運車廂奔馳及飛機航行 這次桃園機場捷運直達美號銅車典禮 副總統陳建仁表示 桃園機場捷運對於北北桃880萬居民而言 是歷史性一刻 對於國家門戶改造更是階段性成果表現 等了20年 終於等到通車的這一天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高興 除了歷任政府的努力以外 還有數不清的同仁們 為了這條捷運辛勞的付出 我要在這裡向所有付出的夥伴 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和謝意 機場捷運通車第一天 旅客量明顯比市營運期間少很多 交通部長賀成蛋表示 透過通車首月提供優惠票價 希望建立民眾搭乘習慣及培養運量 那麼我相信這個月的 我們的優惠票價呢 應該還是會讓部分人藉著這個 來適應他的生活 培養起一些載客量 那另外我們也會來協調地方政府 把他們的公車和這個 目前機場捷運中間的轉秤 能夠做得更好 通車第一個月搭乘民眾可想五則優惠 4月2號開始也推出通勤369訂期票 以及135團體訂期票 369就是購買30、60、90天訂期票 分別打7則、65則、6則 135則是適用團體通勤族 在期限100天內選購訂期票 充滿300張以上票價打5則 民眾受到票價優惠吸引 選擇搭乘桃園捷運通勤 也認為前往醫院 購物商場都非常方便 很不錯 對 對這種規劃都還不錯 現在五則還OK 那如果之後他會付票價之後呢 會買計票 會買計票 對 所以你是搭這個機場通勤嗎 對 沒錯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 機場捷運通車初期虧損失必然 但有信心運輛持續成長 預估正式通車後 交通替代率能達到25%到40% 讓機場連外交通更為損暢 記得羅伯巴雜克桃園市 桃園龜山採訪報導